訪問六四便衣今年建議半六十七年 以鳳雅特別在這1004年的最後一天 紀行第五人議長出一段落 現在董事長要將聘書交給接任的李院長 為自己教区主教處長這些聘書 來自馬街聘衣感染管制中心主任李聰明 是真是丹林六四便衣第五人的議長 她表示會發現六四便衣真心不怕大環境改變 會經常都在提醒病院醫療學部 我們要把這個醫療品質做好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創新一些新的醫療的產業 就像我們現在一直在講這個高鐵架起 這個唐都這個府尾 然後我們洛舍院在這個地方也是深受民眾的肯定 所以我們在這個醫療服務上 我們要更加進一步的努力 拜託六四便衣驚過第六十九年 以中等四個年來完成很多的努力 而在高鐵架這樣表達不感 以及感謝六四檔架的愛好 我們洛舍醫院能共同完成了許多的任務 提升了醫療服務的品質 獲得了無數的榮耀跟肯定 這緣分 這經歷值得回味 值得珍惜 更值得感謝 這張高鐵架醫師也欣賞大陪貴賓館內 並查憲勝順順帶祝好 馬街這個豐富的經驗來到虎尾 那我也代表我們虎尾的鄉親 我特別歡迎他 那也希望說他來到洛舍之後呢 能夠帶領整個洛舍的團隊喔 在過去張院長建立的基礎之下 創造更新更好的一個醫療品質 六十年來 宝貴六四檔架 救助無數病患 溫暖 以北冠河也行為一篇一篇感動人的故事 現在六四檔架是告白一百零四年 派生意中獎人 認真心起床 要開創六四後一個六十年 記者立刻 差不多